好,到功告成 Hello Hello,大家好 我是騎車很摸的摸摸 2019款的CB500X已經提車有一個多月了 我看是9月28號去提的車 9月30号上好的牌 这一个多月的话也没有什么骑车 因为事情还比较多 现在这个车的话只骑了500公里 骑车上牌也拍了Vlog 拍了很多的视频的素材 都已经快编辑完成了 但是我那个保存数据的硬盘丢了 骑车上牌的Vlog就发不了了 其实做一个骑车上牌的Vlog 其实挺有意义的 可以做一个纪念嘛 但是现在素材都丢了 而且我都已经做好了 就只插上字幕和配一点 一月就可以了 这也怪我 其实应该再备份一个 我以后我拍的这种比较重要的素材 都是备份两份 有两个地方可以存储 掉了一个的话 还有一个原始的数据 现在这个车还是一台素车 完全没有装任何的配件 先去贴膜约了朋友 也是为车友 主要是做汽车 还有其他的贴花的 然后我上一个老款的CB500X的那个膜 也是在那里贴的 还自己买了一个仪表的膜 一会儿也把它贴上 我可能有贴膜综合证吧 手机肯定要贴膜的 摩托车 反正它有外观的这些键表 或者邮箱这些我也是喜欢贴膜 还有啥 还有笔记本电脑的键盘 我也喜欢弄个膜 所以说这可能是习惯吧 很多时候意义也不大 但是这个就喜欢所谓的瞎折腾也好吧 买的配件都到了一些了 但是的话像护手啊 大称啊 这些都还没有到 我等全部到齐之后吧 然后再去装 到时候去拍一个装配件的一个Vlog吧 看对于同款车的车友可以做一个参考吧 看一下装上去之后的效果 像三箱和水箱护网的话 我以前的老款上有 已经拆下来了 但是还没有装 我等新买的配件都到齐了之后 统一的去装吧 然后一次性搞定 今天的话主要就是去贴个膜 我记得上一个CB500X 当时还没有去贴膜 结果出去玩的时候 停在一个店门口吧 被他们店员收遮阳闪的时候挂了一下 当时也挺心痛的 特别是新车 新车如果有外观的挂伤的话 其实还是挺难过的 车可能稍微久了一点之后 可能就不太在乎这些东西了 但新车的话还比较在乎 这个车现在才骑了500公里吧 所以说也还没有出去跑过玻璃 等把配件装好之后再出去跑个长途吧 出去玩一下 再和大家详细的聊一下 就是新款CB500X和我以前骑的老款CB500X 在骑行感受上各方面的一个区别吧 好像快要到了 就是这哪里 从这里可以过去 这个边上可以走 这是一个像汽配城一样的地儿吧 有些汽车的配件啊 这里的 也是哪里呢 是这个通道吗 好像不是 错了错了错了 不是这里 这个车其实转小弯的话还是挺顺的 就这种操控是不错的 挺灵活 应该是这个通道 诶 Jasper就在这里 哈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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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进来 好 到了 我居然凭着急骊扎乱去了 说一下 呀 我开始倒了个寒 结果没电的喽 确mot Hot 正按链吗 不是 转转了一个 不能量转好 啊 那天云起还可以 你看我没有贴这几天也帮我裹了起来 来先弄干净一点 红鞋跟银鞋 贴衣 师傅再看一下怎么贴 贴摩托车的话要比贴汽车还要麻烦一些 因为还有很多的这种转甲 棱角不是太好贴 全速车 没有任何的配件 这个是我在淘宝上买的仪表膜 一会把它贴上 它有两张 如果贴费一张的话还有一张 这就是膜 透明的膜 先要冲洗一下 他们这里都是非常专业的 都不用自己操心了 现在我还自己带来呢 它都会洗得很干净干嘛 师傅一会儿整个风带要贴的 你看一下大小 他这个还有一层汉 嗯 贴这个就比较麻烦 开始贴前面了 开始贴前面了 贴另外一边 转一下他们 电扇 从这里开始一直到这边 都是他们的地 平时主要还是贴汽车 然后因为 老板比较喜欢摩托车嘛 所以说有车友来贴摩托车的话 也是可以的 你看这边的话 还有一个 拆下来的壳子 应该它是 准备贴一个其他的颜色 然后这边的话是那种 膜 你也可以 贴一个其他颜色的 现在准备贴的这个银色的部分 它这个水的话都是温水 这样的话 那个膜的话 便于软化一些 就是冒着热气 现在就插两边 小翅膀的部分 还有两边的这个部分 还有风挡 贴完就OK了 这个还是要花点时间 一会看一共贴完的话 需要多长时间 来 现在最后的东西 这个风挡 好 风挡也弄好了 装上就OK 好了 大工告成 现在的话 马上都7点钟了 贴了接近三个小时 然后贴好了之后的话 几乎是看不出来 就是贴了膜的感觉 然后贴了之后的话 它整个会感觉会亮起 然后仪表也贴了 贴了油箱 然后这一块 这整个一块 还有风挡也贴了 这部分 还有这一块 这里 来了 刘哥 谢谢喽 嘿嘿 拜拜 呀嘞 改天 过来找一算 从4点10分左右贴的 一直弄到了 晚上7点才弄完 还是贴了挺长时间的 贴了膜的话 心里面就要爽一些了 只要说你这样挂花的话 只是膜被挂花了 只要是7还是好的 它如果有小挂伤太阳一晒的话 它有一些自我的修复功能 好了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分享加关注 谢谢大家 停在这台宝马310G的旁边 这位是我们小区的车友 我也认识 我们小区我认识的至少已经有四位车友了 下次可以组这个活动了